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预言 莫子造木鸟 莫子造木鸟 莫子造一只木鸟 三年才成功 一天就坏了 他的弟子说 您能让木鸟在天上飞 真是很巧 莫子说 我没有坐车的木箫的人巧 用很小的木头 不用一天功夫 做的木箫能拉很重的重量 走很远的路 用很多年 我造木鸟 花了三年 一天就坏了 木箫 木制插销 这个预言来自韩非子 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 韩非之前的莫子 讲过一个木匠鲁班造木鸟的故事 这里韩非把鲁班改成莫子 还加了一个木鸟一天就坏了的细节 来贬低莫子 韩非特别注重实用性 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特性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莫子造木鸟 莫子造一只木鸟 三年才成功 一天就坏了 他的弟子说 您能让木鸟在天上飞 真是很巧 莫子说 我没有坐车的木鸟的人巧 用很小的木头 不用一天功夫 做的木鸟能拉很重的重量 走很远的路 用很多年 我造木鸟 花了三年 一天就坏了 我不想了